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组件的变形方式与VUE实例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咱们需要来看一下 在写组件的时候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话呢 定义了这样几个组件 对应的你会发现我所有组件外面好像都有一个DIV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那这个也有 那必须是DIV吗 没事 任何标签都可以 只不过必须最外层有一个跟节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说 赛大巴这块DIV定义完了之后 我还想为这块再写一个什么DIV 再来一个DIV 那这会儿你看一下 这个组件的问题是在于哪里呢 它这块最外层呀 它居然有没有节点 它没有跌 它是两个亲兄弟在那排着的 那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组件有什么问题运行之后 在咱们的页面中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对吧 报了一个很长的错误 这个错误其实也说明了问题的 英语的对吧 数的content 一个1root element 必须包裹一个root节点 也就是在这里的话呢 允许你创建多个孩子 但最外面的话 还得加上一个标签给包裹的 当然这个标签 有人说这个标签是什么 这个标签可以随便写吗 可以呀 我写一个ES5的section 你只要有根据点就行了 当然不一定是 这个咱们的DIV标签 DIV标签 但你自己这个注意点 别在这块DIV标签外面的话 放一个span标签 对不对 它的DSspan标签 这样来说的话 你这个这个盗墓结构 就有点混乱了 就在这有这样一个之后 就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那就这样的 当然在这就报这个警告 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孩子里面 的话呢 都会在这里面用的人家 哪位爸的孩子 我写在这 给你提个醒 局部的不能随便用 OK 这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root节点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第一个root节点 第二个 副组件无法共享 有人想呀 说哎呀 作为副组件 跟孩子组件来说的话呢 他们之间的话 这些master的什么的 不可以访问吗 我在我副组件定义的master的 跟我资助件定义的master 他们之间不可以互相访问吗 不可以 状态和master的 还有任何属性都不能随便访问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 什么例子呢 就是你挣的这个工资 跟你父亲挣的工资的话呢 你们俩将来不是打到一张银行卡里面的 所以你们取的话呢 那肯定不是说随便都可以来随便访问的 但将来来说的话 一定是有一种方式 可以的 对不对 可以进行通信的 只不过不是这种方式 是吧 不能说直接两人是同一张银行卡 对不对 同样的随便可以随便拿东西 这不可能 对不对 一张卡一个实名制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你们的数据 你们的钱不是共享的 不是说大家一回家之后 崩一堆钱 已经床上 对吧 随便拿 对吧 不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边大家也知道说副组件跟财组件中一定是有种交流方式 副组件说来今天给你这个钱 对吧 自主件拿着了 同样自主件说今天挣了一百钱给副组件了 对吧 这很正常 但在这里的话呢 直接拿这是不允许的 OK 所以在这里就记住这样一句话 他们之间是无法共享的 第三点 组件有什么data method computer都可以 都可以 咱们好像试了一个 咱们是有这个message可以 但是我想说一下 如果是写一个状态支持吗 给人感觉说 data好像也支持 那咱们写一个呗 比如说我在这块的话 我就写这样一个状态 行吗 在这里 我写一个data 我正常写data 跟我用于实力的写的时候 我就写一个对象 对吧 对象中的话 我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nivebar name 这样一个字段 我在写一个 就写这个nivebar 这个标题name 我现在能用吗 我看看 我界面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呢 在这里 好像多了一个警告 多了一个什么警告呢 对不对 说呀 data这个属性呀 必须是一个方法 必须是一个方法 返回值的话是一个对象 返回值是一个对象 你可以认为 这是我们组件跟voe实力写法的一个小的区别 data必须是一个函数设计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所以在写组件的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认为 其他的计算属性 握持都一样 但data这块 我必须改成一个什么写法呢 改成这样一个写法 函数 然后的话呢 函数有返回值 这个对象 才是跟我们直接写的之前写这个对象 这样一样的一个结构了 我需要用的状态是 navi bar name 那navi bar name 这个状态 你就可以随便的在你的 这个自己来用 孩子用不了 只能自己来用 我就可以在这一块直接来用了 对不对 干 双大括号 navi bar name 这样来用的 保存之后 你看一下 能用了吗 运行之后 我们发现 对吧 好像已经这个可以用navi bar name 已经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了 需要注意的 组件定义的三个 这个小地方啊 跟实际的是不一样的 root的节点 必须要有 负质主要状态 无法共享 然后我们的组件之间 有data master compute的属性 但data必须是一个函数 那这样来说的话 满足这些基本条件之后 你才应该知道 我们组件将会封装的越来越有意义了 但这个data写法 必须要记住的 是一个函数式的 是一个鞋盘 ok 是一个鞋盘